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让冯远征成为了全国人民的心理阴影 19年之后 又一种威慑真实地爬出了电视机 他叫做秦浩带你去爬山 秦浩带你爬山 这六个字到底有多可怕呢 正在乘风破浪的 英能静本来好好练习着舞蹈 就被秦浩喊别跳了 非要带他去爬山 没有想到网友却并不领情 不仅感觉不到一丝的甜 反而是逗兮一口凉气 渣男 你竟然连自己的老婆都不放过 还有热心网友被吓得直接报警 当然是没有的了 最近在婆婆妈妈里 秦浩因为提起女儿在学校 被别的小男孩大名团落泪 本来是一件令人心痛的事情 没有想到下方评论的话风却走歪了 恨他就带他去爬山 有些网友甚至是发起了 各大名山景区禁止秦浩入内的呼吁 恭喜秦浩成功地取代了冯远征 成为了全国人民新的阴影 看来这2020年第一渣男非秦浩莫属了 令人瑟瑟发抖的爬山梗 其实是来源于秦浩最近开播的电视剧 隐秘的角落 短小精悍的12集 豆瓣评分却已经持标9.0了 荣因最近华语口碑聚集榜的第一名 故事讲述了沿海小城的三个孩子 在景区游玩的时候 因为无意拍摄进入下了一件谋杀案 生活走向了不可预知的轨迹 而这件谋杀案的主人公正是由秦浩扮演的反派张东生 平日里边张东生是教书育人的数学老师 干净的白衬衣加上金丝眼镜 看上去是文质彬彬的 说话也总是轻声细语的 他是办公室里边公认的居家好男人 每天下班总是早早的回家陪老婆了 几乎是不参加酒局应酬的 被调皮捣蛋的小孩用水箱撕了一身 也好脾气的没有一句责怪 然而真实生活里的张东生 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loser 作为一个不受待见的倒叉门女婿 她一直都被岳父岳母所嫌弃的 同床共振的妻子也看不上她 从来都不给她留一点面子 她中午急匆匆的赶回去给妻子煲汤 但是她却一心想要跟她离婚 就连妻子家的亲戚们也是对她百般嘲讽 生活在这样阴郁压抑的环境之下 张东生怎么可能像她看起来的那样温和善良了呢 真实的她呀前一秒还在笑脸相迎 下一秒就表演了什么叫做分眼无情了 有家长陪同的时候 面对于熊海子的恶作剧 她不发抑郁 单独与熊海子相处的她 仅凭一个回眸 一个冷血无情的表情 就能够吓哭对方 卸下了伪装独处的她呀 真实面目其实是一个没有头发的地中海 果不其然 这样极其阴暗的一个角色 一旦变态起来 绝对会超乎你的想象 于是隐忍多年的张东生 决定策划一场完美谋杀 而谋杀对象正是她的岳父岳母 这一天她主动请婴陪岳父岳母去爬山 一路上面端茶倒水 虚寒问暖 谁看了不再一声好女婿呀 可是实际上啊 这个唯唯诺诺的好女婿 已经在做杀人前的最后试探了 为了顺利完成自己的杀人计划 张东生一路连哄带骗的将二老带上了山顶 到达山顶之后 她佯装四处瞭望风景 实际上呢 却是在观察一下周围有没有人 万事俱备之后 她以拍照的名义 让岳父岳母坐在没有护栏的高处石头之上 明明镜头因为距离过近而无法对焦人像 但是她却装作没有事 以调整两个人的姿势为由走了向前去 下一秒呢 脸就立刻变得阴韵了 两位老人呢 就这样被狠辣的张东生给推了下去 杀人的时候面不改色有就罢了 更可怕的是 她就是连被警察问话 都能够做到镇定自若 毫无破绽 明明手上沾满了鲜血 但是她依然能够心安理得的跳舞 傻花吃苹果 这么变态的存在 试问这个夏天 谁还能够不被秦浩的爬山警告 吓出一身冷汗呀 事实上 这并不是秦浩第一次演败类了 这些年来 她似乎已经成为了渣男的代名词 春风沉醉的夜晚里 她在夜店里男扮女装 唱着情歌勾引陈思辰 变态又迷人 可是下一秒就变得脆弱又忧郁了 让人心甘情愿的被她扎 有眼色眯眯 一副招人讨厌的 纹扣子弟的模样的陈云桥 也让她成为了 妖猫传里吧 不可活缺的亮点 到了浮成迷世里 她变成了彻头彻尾的花心男 不仅有两个老婆 还同时沾染着小三小四 甚至是一夜情 而风筝游躲宇宙的云里的江子诚 把这种又渣又浪的气质 顶到了极点 她一边跟别人的老婆偷情 一边又亲手烧死了自己的情人 可是当你看到她焚尸落泪的画面 心却不知为何揪了起来 这就是情侯 明明长着一张不那么帅的脸 但是还常常把人渣眼的体无完肤 却会让你心甘情愿的 臣服在她这该死的迷人气质之下 凭借着这些细腻复杂的角色 42岁的秦浩 已经入围到7次国际电影节了 然而就像她在这些作品当中塑造的边缘人物一样 给人孤傲 音韵 拧巴印象的秦浩 始终是不温不火的 和娱乐圈 是若即若离的 对于更多人来说 秦浩最出名的代表作 反而是成为伊能静的丈夫 伊能静曾经这样形容秦浩 明明有一颗暖男的心 但是却长了一张流氓的脸 自从在一片正义声当中 娶了比自己大10岁的伊能静 秦浩渣男的帽子 就从戏里戴到了戏外 在大众看来 好像一直都是女方委屈求全 天天微博发小论文 为自己的爱情找补 而男方对这段感情是毫不在乎 甚至有一点无所谓 的确 别看秦浩演了那么多浪子 可是现实当中的她 却是一个不会说话的大直男 都知道伊能静是爱惜角作文 心中有公主梦的老少女 可是她爱上的秦浩 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反脚打人 跟秦浩在一起之后 伊能静时常会感觉到没有安全感 然后悲从中来 有一次实在是没忍住 直接哭了出来 她哭哭啼啼的 跟秦浩讲自己的原生家庭 倾诉她的人生经历 没有想到 却并未换来她的半分安慰 她先是问了一句 说完了吗 然后直接告诉她 有病要治 最近参加了乘风破浪的姐姐的伊能静 跟秦浩抱怨 这个节目有多么的累 试图撒娇求安慰 没有想到秦浩眼睛都不抬一下 直接劝退了 三十家 你这也比他们大呀 你这身体跟他们拼干嘛 伊能静真行实感洋洋洒洒的 千字小论文 连看客读了都会为之感动 结果一看评论吧 秦浩在下边大喇叭的留言了 冲啊 我的儿时偶像 就问你气不气 秦浩的作词表现 随便另一家出来 就足以被一顿狂骂 渣男了 然而那些伊能静不幸福的画面 真的都是网友们自己挠不出来的 真实生活道中的秦浩 伊能静啊 其实挺的发呼呢 最初的相识呢 是在一个聚会之上 秦浩对伊能静是一见倾心 却在追求的时候 遭到了他的拒绝 因为他有太多的顾虑了 他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 有一个年纪不小的儿子 还比秦浩大十岁 没有想到秦浩却并没有被现实所击退 直接在凌晨就发信息给他说 你明天过来 我跟你聊聊结婚的事 人们气他儿时偶像的死亡发言 却不知道他真的是从小 要把他当成女神来喜欢的 四舍五入就等于说 追到了童年女神嘛 同样是追星 人家直接把女神娶回了家 这还不甜吗 怕伊能静参加节目太辛苦 就直接让他退赛了 面对伊能静要赔很多钱的担忧 他依附 没有怎样的态度 赔呗 秦浩也许不是那个愿意 配合伊能静秀恩爱的浪漫老公 更是一定是那个最懂他的男人 他嘴上是嚷嚷着让他退赛 但心里却清楚的知道 他对于这个舞台的热爱 为了支持他的梦想 化身第一粉头 时刻冲在前线 再现打抠 看到伊能静认真练武的样子 他会忍不住的偷拍小视频 三拍着拍着就越笑越大声 但是在笑声当中的宠溺 怎么就把我填到了呢 不难看出 秦浩其实很尊重伊能静的独立人格 对他去工作也是各种支持的 伊能静想要陪伴孩子成长的时候 他就让他在家做一个专职妈妈 自己承担起赚钱养家的责任 伊能静想回归实业 乘风波浪的时候 他也100个支持 还记得秦浩在参加 我是演员之巅峰对决的时候 伊能静曾经前去驻镇 秦浩说 我老婆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演员 你们要相信我 而且我知道他有多么的喜欢表演 伊能静说 他希望拥有自己的独自的灵魂 他够渣 但是整颗心都会为他融化出 一汪深情 演出完一把搂进了怀里 为他擦眼泪 哄他别哭 时时刻刻都盯着自己的老婆 这笑有多么的宠溺 你们自己平平吧 虽然人人都说伊能静 付出更多 情好不够体贴 但是他们的婚姻生活 似乎并不需要这样的完美人设 也许他们并不符合大众心中 对于甜蜜恩爱的设定 但是却是彼此心中最契合的伴侣 对他们而言 婚姻无关于限定 只关乎你我 总而言之一句话 依往情深是真的 都说一个人过得幸不幸福 看他结婚之后的样子就知道了 这些年来 伊能静肉眼可见的状态是越来越好 身上永远都是满满的能量 看起来也是年轻有活力的 而秦浩呢 他不再那么孤傲应孕了 慢慢的变得活泼温柔 他们都被爱情滋养成了最好的模样 谁说嫁给渣男不幸福呢 他们天生一对 也是绝对的棋逢对手 他们有自己的光亮 相互辉映 又独自发光 他的荣光是他的信仰 他的笑容是他的光芒 全都不重要 相爱就好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 缤分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那么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你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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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